新竹市今天善演了一個非常驚悚 恐怖離奇的 世母分屍案 那案情是要推到九月五號 當時有一個姓朱的男子 他從媽媽把他從安養院接回家 他只有 他自己有點狀況 所以必須要這個住在安養之家 母親把他接回去 後來就出現了衝突 然後把母親 疑似把母親殺害掉了 在九月六號的時候 可能是衝突的過程中 造成他的手受傷 骨折 那因為他的狀況 他到醫院要開刀要治療 必須要由他的監護人來簽 找不到媽媽 因為媽媽已經過世了 他只好找舅舅到醫院 那舅舅就覺得奇怪了 後來還到住家裡面發現說 怎麼客廳有大量的鮮血 那這個時候這個男子就說 因為我殺了一頭豬 後來還請了清潔工 清潔工來不對 然後最關鍵在清潔工 因為清潔工裡面有一個是偷工 他是禮儀公司的人 他一進去說 這不是豬的血的味道 這是人的血的味道 不對 所以他立刻報警了 那後來到九月六號 警察調了監視器 發現這個豬男進出這個地方 非常非常多次 甚至有帶了四包 這個黑色塑膠袋 到社區的一樓 丟到子母車裡面 甚至監視人員 在他們住處的浴室裡面 挖出了在這個縫縫的地方 其實很多分屍案都會到廁所 然後在這一些排水孔的細縫 就是會找到一些細微的人體組織 果然就在這個地方找到 但是沒有找到兇器 他一直堅稱他只是在殺大豬的 一個情況 那高照成說分屍有兩種 一種就是怕人家知道 所以他要毀屍滅跡 另外一種就是怨恨到 不知道要怎麼處理 兵哥 其實這個案子跟前幾年發生的 有一個把自己妹妹殺害的 這個案子有點像 為什麼有點像 因為一開始這個 大家就他妹妹被殺害 然後他就一直說 好像自己好像視覺失調 有這些狀況 結果後來他們就是發現 原來不是這樣 因為他幫他妹妹保了血 他幫妹妹保六百萬的血 然後他其實是有想到 這個保險金的問題 那精神方面的疾病 不是可以找醫師鑑定嗎 他有找醫師鑑定嗎 所以這種東西 我老實講 就算找醫師鑑定 有的時候 你到底是不是能夠成為 法庭的證據 或是社會大眾願不願意相信 法官願不願意相信 其實這都會有問題 就另外一回事 對 因為這個有 包括有科學證據的成分 也有自由心證的成分 所以這很難講 所以當時他 他是想用這種方式脫罪 但是後來被人家查出了 相關的東西 那這件案子本身也 老實說 因為我過去法社會新聞 你說這種分屍案 通常很少會 就是對自己的尊親長 做這樣的事情 畢竟他是從小帶大人的人 很少有人能夠殘忍到 而且他特別接回去 一定是他鬧 然後媽媽心軟 所以這媽媽其實是應該很疼他的 其實應該很疼他 但是我們覺得比較奇怪的就是 因為他舅舅非常瞭解 他們兩個人的生活 所以醫院當時通知他說 你姐姐就是找不到人 我們知道 因為他住院需要辦理手續這些東西 要有一個監護人 所以他舅舅來代辦 然後舅舅知道他手上有割傷的痕跡 還有骨折的痕跡 一定會發覺他跟人家發生衝突 然後他回到他姊姊住的地方的時候 發現大批血跡 那個正常人都會直覺聯想到是怎麼回事 就你殺了人 對 正常是這樣子 都會很緊張 所以你是懷疑舅舅的說法有一點都不容易 不是 我是疑惑他為什麼這麼慢 你知道 那正常是第一時間馬上報警警察就會來了 可是警察實際上是等到什麼時候 等到他從醫院脫逃了之後 醫院脫逃還去雇清潔公司 去把整個現場都清洗了 才發覺不對勁 才正式的 警察才過來了 舅舅才發覺不對勁 才報警 所以我覺得這中間有一些細節恐怕還需要釐清 所以現在有一個資訊也非常離奇 因為不知道是從舅舅 還是從這個兇手裡面透露出來說 媽媽對他家暴 但我覺得這有點顛覆他媽媽把他接出來 媽媽感覺就是疼他 否則怎麼會把他接出來 如果會家暴他 就讓他放他按養中心就好了 其實說真的 當然是不是真的有這麼一回事 還要靠證據說話 可是因為正常一個犯下案子人 通常都會選擇對自己有利的方式去講 所以即使他媽媽可能只是教訓他幾句話 或是推了他一下 就是這樣 他說他對我家暴 所以我反擊 人都會選擇對自己有利的方式 那個大華山大草原 那個到現在還認為自己是無辜 我的意思是說 不管是他或者舅舅 透露出放大這個訊息 再做一種好像類似辯護 或者是說他要透露出來說 案情其實不是你們想的那樣 是 所以這就是我覺得最糟糕的就是 當然你說工房辯護 這都是難免人都有感情的 可是問題是這一個家庭的 個案已經存在已久了 那我們的社會安全網 為什麼從來就沒有辦法 施展到這一塊 我沒有辦法預先預防這種東西